哈喽大家好,你们的朋友,齐老爷,咱们现在体验服顶着无类头像的郑元昌大老号场 那今天聊战就要时装正式服了 截止到23号呢,目前体验服聊战排名第一的是沧海一声校 也就是郑元昌大老所在的阴阳聊,接近20万级分 那正好也是借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排名第一的体服阴阳聊 它的中间力量啊,郑元昌它用的阵容是什么样的呢 我相信应该对大家会有所帮助啊 那这一次活动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机制,就是它有D型 这个D型其实很好理解啊 简单来说就是每种D型呢会有一个debuff 但是来说如果你用D型对应的特攻士神就可以抵消这个debuff 并且上多个特攻士神的时候会获得很高的增益 所以呢阵容搭配要尽量从这些特攻士神里边找啊 我在这呢是用红圈圈了一下大家相对比较常用的士神可以参考一下 回到郑元昌的号上啊,他打活动用的是这两套阵容 首先呢共同点是都带的琴鸣,千姬,元节神和清姬,千元清,游泳地神 那灵呢他选择的是服饰清新的灯,还有近天欲早前 在这由于铁案服的活动还没有结束啊 所以具体的欲魂属性不太方便展示 但是还是可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配速和设置的啊 灵的阵容,郑元昌采用的是全员高速 无论是输出还是辅助,二号位都带的速度 这是因为灵这个地形上特攻士神的时候根据速度差会有伤害加成 所以二号位带速度呢,他的这一个收益是最高的 速度及欲魂搭配上千姬或者清姬是一速 清姬带的是血游魂,速度命中暴击或速度命中攻击 最好能再搭配个鬼灵歌技两件套 千姬呢如果你是纯鹰饼挂机的朋友 可以用招财,速度攻击,暴击伤害或暴击 如果那枪鼠洞打高伤害呢 可以用图佛插了锤子之后按普攻即可 元昌神就是用的招财,速度生命暴击 服饰清姬灯用狂鼓,荒骷髅,速度攻击,暴击伤害,满暴击 浸天玉藻前呢可以用222三件套 就是荒骷髅,土蜘蛛,还有鬼灵歌技两件套,速度攻击暴击 需要一提的是,阵容中一定要有一位士神携带土蜘蛛 并且只有一个士神携带呀,你比如在这儿今天玉藻前带了土蜘蛛的话 那像青鸡等就千万不要再带土蜘蛛了 没有青鸡呢可以用追悦神代替,它本身是灵这个地形的特攻士神 没有服饰清醒灯或玉藻前啊 同样可以从这个灵地形里边去找你拥有的特攻去替换 没有元节神的话稍微有点麻烦啊 如果你的青鸡命中比较高,空的比较稳的话 可以用个鬼王九屯,速度攻击暴击那种 实在扛不住的话,就从特攻士神里边找个奶代替一下 山水呢,则用的是千鸡,元节神,青鸡,灵禄玉前和两面佛 其中水这个地形由于有鬼火减少 如果有双灵禄玉前的朋友也可以用双灵禄啊 配速及玉魂搭配上千鸡,元节神,还有青鸡和灵的都一样 没什么区别 而两位输出呢,在这就不用带速度了 都是攻击攻击,暴击伤害即可 灵禄玉前推荐携带狂骨和土蜘蛛 两面佛可以带鸣屋和鬼灵戈鸡 那鸣屋这个玉魂呢,结合着青鸡的冰洞,在整个活动中还是有非常不错的发挥 同样的,输出呢,可以从两个地形中的特攻士神选择代替 这个活动本身难度还好啊 我在这呢,也是整理了一下聊战中的黑名单 大家可以保存截图参考一下 除了黑名单以外,其他的打起来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 基本上达到5000万就能够获得高收益满奖励 活动中一共有4个区域 每通关一个区域的牢牢火在次日可以解锁第二个区域 而在第4个区域,也就是幽境中会正式的开启聊排名 那想打聊排名的朋友在第4个幽境中只打5000万肯定是不够的啊 能打多少打多少 奖励方面呢,根据体验服的经验 如果你是那种一个活人都没有的纯僵尸聊 仅靠自己孤军奋战 10天活动打满全勤 最后的话应该是正好能拿到这个120万积分的SSR SP召唤券 那相对应的邀情室的新皮肤啊 这个逐逆之音 它是100万积分就可以获得低于这个召唤券 所以来说这个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当然那些活跃人数相对比较多的银耀流 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冲击后面的黑弹啊 还有更高的五星白弹啊 预魂加成啊 六星结界卡啊等等等等 黑弹是设置在了150万份啊 相对来说的话难度还好 不算特别大 而且这次活动 它是纯靠活动体力消耗 这个活动体力呢 又只能自然恢复 不能花勾玉 不能花魂玉 所以来说某种意义上 这些奖励也算是完全免费获得的啊 当然你的干的时间精力 肯定是要付出的 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作为会长啊 一定要记得去选择好你的区域 并且做好指挥规划 通关牢牢火是第一要义啊 一定一定要记得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而作为聊成员呢 除了根据自己的阵容和地形 选择士绅之外 请务必跟着聊会长 还有副会长的指挥路线去的 指挥路线是蓝色的啊 你要跟着大部队去通关这张地图 拿到更多的箱子 才可以拿到更多的收益 这个不仅是为了你自己好 也是为了整个聊互相帮助 帮到别人就是帮到自己 好的那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啊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投币 第三连来一波 那再点一点关注是更好不过了 这个真的很重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